女孩 之后另外一个 他的应该比他更老的先辈 深山是吧 嗯 深山 深山跟荒木不太一样 深山更多像流浪海 对 所以我一直 而且他那个也是有那种悲凉的感觉 这个还是 他跟荒木不一样 对 我觉得刚好两个段 我觉得深山还是技术摄影 还是 比如说深山的照片 让我想起杰克的寇德卡 嗯 对 对 对 这种重黑跟强对比 让我想起这个 最后终于抑郁自杀的阿博斯 嗯 对 想起那个在边缘生活 然后就成为大师的那个南国顶 嗯 深山还是有这样一个 深山属不属于说 是西方希望在日本找到一个跟西方对应的一个点 所以就找到 我有点同意的看法 比如说他背后我又看到弗兰克的影子 嗯 而且深山特别在中国是特受追捧 对特受追捧 特别是80后 当时那个李光那个相机 那个G21就在中国大卖 对 这个背后也是有器材商的推手 深山是换红起来的 在中国 对 一下子红 而且红的程度其实超过花木 很多人认为甚至觉得他比花木更精彩 对 一对比起来 花木就显得有某种 作着或者某种商业 嗯 我觉得更多指的是 花木的编辑意思 嗯 出画车意思 它出更完整更多 多了以后呢 它就走向反面 深山这一方面 但是是否如此我不知道 好像还没有 我就写过一个文章 在那个艺术与设计上面 就啊 因为也是也是画廊的那个约稿写的 所以就我还是看了这个内容 就是说它跟中国的80后的这个关系啊 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我读书的那个年代 就产生了一堆的深山大道米 所有的都按那种方式去拍 哦 那个那个 撕胶啊 呃 歪歪歇歇啊 其实 那个 其实这种拍法 前面就是 超广角 法国的克莱英 对对 法国的克莱英 在广州我的好朋友 我跟他一起 当年一起80年代玩相的时候 就玩克莱英 张海儿 总结起来就是几个 第一个叫做 慢速度 闪光跟 遥动相机 嗯 和不完整工夫 啊 还有不对焦 哈哈 一晃动 慢镜头就是失焦 对不对焦都没守卫了 慢镜头就是失焦嘛 对啊 对啊 失焦当中 闪光的一闪过去 就把闪光的那个焦就留下来了嘛 啊 这典型的克莱英手法嘛 克莱英把这个用到广告去的嘛 嗯 但深山用的更随意嘛 嗯 第二个 深山那个摄影更加提醒我 其实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分类 这个摄影界 中国摄影界 好像很少人谈到这个分类 就是我认为小相机和流浪性格有关系 哦 不要轻便 它满足了流浪人的心态 哦 嗯 它就会被接待 啊 然后演出一个所有四处男人最大的梦想 就是寻找一夜情 当然也表达了 所有四处中年旅行的人最大的梦想 在家守舟待徒 嗯 发生一场呼噜起来的 疯狂的爱情 嗯 然后一切都过去以后 嗯 老公回来了 孩子回来了 但是这个 吕祖父 就跟以前不一样 为什么 他有了一段属于自己的爱情秘密 嗯 就跟宫崎君的那个倩一样 我有了一段成长的秘密 所以我觉得 倩宇那个 倩宇千寻的结构 和狼翘一梦的结构 都是可以讨论的 接下来这一梦结构非常有意思 非常非常有意思 就是 他只是提醒我 一个摄影师 他是流浪汉的最重要的一个护身符 嗯 我们不会接待一个莫名其妙的流浪汉 但是我们会接待一个 有相机的流浪汉 因为他拿着相机 他就给你照相 嗯 我们可能还可以接受一个拿着吉他的歌手 不过他太浪漫 因为拿着吉他是不可能流浪的 嗯 对不对 哪有一个歌手拿着吉他流浪呢 嗯 而且 应该有歌唱会 演唱会对不对 嗯 他相机都是 所以我觉得 一直 这个分类啊 我一直想打破这个所谓的既视摄影分类 其实这也这么中国人造出来的 而且您说到这点 我还想起了这个 这个有可能也跟美国的这个公路题材有关 对 啊 深山大道他就明治已经有一个大道了 就更加典型化的这种 深山从森林到大道 你看 哈哈哈哈 他的名字就约着他一带流浪 拿着小相机 嗯 是吧 这个不完整构图 嗯 模糊影像 背后还有一个摸马摸马摸马的背景 曾经有一段时间摸马那个那个俄罗斯的那个那个相机 啊 本身就失焦了 L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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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mo相机是吧 嗯 所以 深山大道的例子告诉我们听 这样的一种影像 和流浪的身份很迷人 嗯 年轻人就想流浪 那他流浪到老还想流浪 嗯 他是个英雄 嗯 嗯 而荒木不流浪 小赛寂静是完全商业摄影家 嗯 荒木是个编辑高手 非常懂得川普 当然了 到了他这个量 也会走向他 所以 他在中国出现 然后很快过去 嗯 又理念了深山 因为深山是个行动方式 如果从现在 商业摄影 收藏的角度来看 啊 荒木的 单付的价格也比不上 深山 深山大道 而且而且荒木可能很多 要么就是一次性的即时的拍啊 要么呢 就啊 他不一定是自己放大的 但深山大道是坚持自己放大 所以他的价格也 也 所以可以说是顶级的全球 整个花木的操作是 团队化和商业化 嗯 但是花木我认为最感人的还是他拍他 那个视线 但像您这样说我我倒有兴趣去搜他的杂志 我觉得这个是作为文献也好 我买过好几本花木的 我到日本我就很想找花木的书 深山 是把刘纳汉灌身到底 印证了我的那个分类 我一直认为 135小相机 这个传统准确来讲 应该是从布雷松开启 布雷松 年轻的布雷松得了肺病 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城市休养 非常无聊 他的朋友给他一部小相机 那个小相机是最早的蔡司 但是莱卡我不知道 查查查 莱卡莱卡的 最早的莱卡 那个山 莱卡山是吧 对 然后他就开始上街 忽然发现这个相机很过瘾 于是出现一个名字 叫城市的内衣 城市内衣 我觉得他开创了一个小相机的船 135相机的船 我们一定要记住 讨论摄影 其实包括花木和深山 我们还要记住一个材料的分别 其实摄影界 因摄影机的不同 而是分不同的那一边 135就135 120就120 大作机是大作机 大作机是看不起120 甚至135 大作机是很难流浪的 对 要影棚 大量的是120 大量的是120 所以大相机和120都是影棚摄影 所以花木口都是影棚摄影 或者死类摄影 小相机是牛 它们互相不相关的 所以这也是我不断在讲摄影的时候提醒大家 我们一定是要把它归类 小相机的时候我们要放在小相机的船 大作机是大作机的 比如说史密斯 比如说韦斯顿 他们是大作机的 那么小相机的传统事工不得这么看持 而这一点也是深山和荒漠的一个 最大的区别 而小相机在普及的情况下 它一定更受欢迎 因为它更符合一般人的需求 摄影师的演变当中 也符合摄影的速度的要求 因为摄影的演变当中 其实我们一直有一个社会学的讨论 就是摄影师真正的个人和民主的工具 就因为他每一个人都可以随意拍照 而曾经艺术家是天才 天才就垄断了这个行业 我们认为一个很好的画家是天才 我们要仰视他 这个技巧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学到 所以那些艺术家天才让我们只能仰慕 只能崇拜 达芬奇多厉害 梵高要变成疯子 摄影把这个干掉 彻底平面化 到今天拿手机可以拍照 一方面摄影的专业门槛在下降 另外一方面 你不觉得摄影实现了真正的民族主义吗 它成为每一个人的工具 所以小相机 它一定是很有生命的 甚至因为它的流浪形成 往后还会有 大事 你不觉得 来 是 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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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方面